各位我看到了 就是這一間 全新的房產欸 嗨各位觀眾 我是Michael 歡迎回來Michael買車 你知道我剛剛在拍這部影片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我不小心按到直播 然後是直播到Twitter那邊 結果他們說 嗯這是在拍影片嗎 對不起對不起 最近喔實在是腦袋不靈光 我上一次呢 已經有用了這個停車場嘛 那的確也有效抵禦一些外來客的部份 今天呢我們要繼續的拓建它 有觀眾留言說呢 我們硬生生的把GTA 我完成了停車場摸影器 之前我們真的有拍了一個系列的部份嘛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蓋起來 真的頗有成就感 而且上次有觀眾說呢 我那個門呢 的確弄得不怎麼樣 其實會讓人家有點搞混 所以呢我又重新弄了一波 再給大家看一下哈 那這個呢 只有我開才可以 因為我身上帶著感應器啊 就在我的Pocket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它就慢慢的關起來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從外面想要進來啊 是沒辦法的好不好 這樣子的設計 各位客官們你們還滿意嗎 那今天呢 我們也會慢慢的把車子給賣掉 不曉得賣不賣得掉 反正我們就是以客為尊啦 這樣子的買車賣車服務 相信大家一定會找我Michael 來為你們服務吧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看看會拓建些什麼東西吧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燃燒 我們就準備繼續來建造吧 其實我們這個算是防君子的啦 一般的人還是可以跑進去 但是呢 他沒辦法把車開出去 好不好 一樣開著我們的貨車 GOGO 首先呢 第一步 我想要先買樹 畢竟你看在這種海邊的情況下 欸?! 為什麼他可以進來 難道我的遙控器被copy了 喔沒有沒有 他出去了他出去了 好啦好啦 算你有良知 好不好 呵呵呵 真怪 沒關係 不打擊不打擊 如果有人來 我再給他把車子給鎖起來 然後強制收他的這個停車費 齁 我們先來買樹啦 因為呢 這個太陽真的太大 尤其是現在 你看 這種天氣真的是 一出去 汗就猛流啊 所以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用一點樹 保護一下我們的車子 好不好 那樹的位置呢 在這裡 齁 這個蓋地博物館這邊 他有一個花園 好像說有一些樹 正打算要出售 我們過去看看 如果價格可以的話 我們直接全部給他載回來 喔喔喔 危險喔 危險喔 快跑快跑快跑 那在這個事件 已經有新改版了 另外一間 好像還不錯的房屋 待會順便帶大家去看看 上一次我們看那個日食大午那間 真的有點太貴了 畢竟要八千多萬 這怎麼可能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再去看看 那一間會價格是多少 5分鐘後 各位 到路 欸 這個車不曉得 開不開得上去 應該是 啊 可以啦 沒問題啦 齁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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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動物自己跑過來了 不是我的問題啊 齁 還記得我們在1.0的時候 也在這個上面買的 菜帕 對不對 沒想到在2.0的時候 泰伯亞居然掉了這麼多錢 齁 那各位 我們3.0虧了 齁 接下來會有發生什麼不一樣的部分呢 就等著我們一起來揭曉啦 好啦 好啦 那我們從這邊開進去 齁 有人在這裡野餐喔 不怕太陽曬啊 唉唷 看了很多人耶 大家都對樹有興趣是不是 你看這邊也有一台特斯拉 齁 各位看到了看到看到 我先把車子給停好好了 我先把車子給停好好了 賣口就具貼入霸 哈哈 齁 可能這一區的樹都要賣是不是 27,900喔 哇那算一算也要八九十萬耶齁 欸這台車該不會衝往那邊偷拿的吧 應該不是啦齁 齁 所以是有畫圈的 基本上都是要賣的就對了 所以有一顆 兩顆 喔這很大一顆耶 三顆 四顆 五顆喔 哇 這個在現實世界中 一顆應該也要十幾萬要吧 所以 五顆賣27,900美金 應該可以啦 各位我們直接買啦 不要想太多 能夠美化對我們來說才是最好的 27,900開了 各位我們的錢剩下1886,900 好那我們把車子給移過來 我這個可能要分個兩趟還三趟在吧 喔不然這哪拆得完呢 對不對 OK 我們先試試看把樹放進來 看可以放幾個 欸欸欸 這塊我要滷下去喔 滷下去了 撞到 沒要灌人喔 OK 你是要我載到你啦 哈哈哈哈 那我們雙黃燈打一下 好不好 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在執行公務難啦 我們先從大顆的來搬 再個兩顆 就有點快開無洞了 極限了極限了極限了 而且太危險了 齁 所以我慢慢開回去好了 那剩下三顆 我們待會兒再請專業人員來幫我們搬好了 我車子都已經有點 你看 呵呵 路沒上去走捏齁 好 OKOKOK 慢慢開回去慢慢開回去 待會這個如果重起來 我們的停車場啊 絕對是超級美麗了 我是這麼感覺的 好像一隻孔雀啊 各位 全部完成 我們花了兩三個小時啊 現在已經是來到下午的1點545分了 肚子超級餓 等一下我們先去吃個飯 那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中文數長怎麼樣喔 一二三 HaduBeats轉周邊 呵呵 有沒有 是不是好看許多啊 欸我從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對嘛 這才是我們要的停車場啊 我覺得其實樹這樣就好了 太多反而有點太雜 對不對 我們進來看一下 如果是在比較正中午的時候 像現在差不多2點嘛 喔 如果你停在這兩個位置 或是這兩個位置 就比較沒有曬到太陽 或者這邊也可以 我覺得基本上這樣還OK啦 再多重的話 到時候樹葉少不完 喔 好 那我們稍微來標個架好了 我們先標個Model 3就好了 因為我怕到時候這個門 如果不聽話 好 那就麻煩了 那所以我們上次好像買4萬多嘛 我們直接給他賣多少 8萬8 讓你一路發發發 好不好 那其他的我們先不賣 那我們今天先開一下 大G 去看一下新的房屋 大豪宅喔 看看可不可以順利的出去 欸可以啦 基本上沒問題 你看 這樣子雙開門 而且門頂呢 也不會壓迫到我們的車子 算還行 好OK 那待會如果要來賣車 我們就可以實驗看看我們今天新的門口 到底能不能夠讓顧客 尊貴的開出去 啊 這一次新的房產呢 一樣隸屬於這個 比佛利山莊的銷售中心 嗯 那地點呢 我們待會看一下看在哪裡 各位 有人要買了 先給他確定 待會再跟他約時間 好不好 我們差不多快到了喔 當初來這邊呢 是因為我們開著 Bugatti威龍 對不對 現在沒有了 不過我們 再努力的 繼續往下一個Level 可能也有更不一樣的車車 也許 又助於我們廢華騰檔 對不對 記得鎖車喔 這邊的人會偷車的 呵呵呵 好來看看 到底是哪一間呢 各位看來是這一間 RAMBL AVIS 各時百千萬 十萬百萬 哎呀 265萬欸 我是不是該買這一間 看起來超讚的呢 它看起來是座落在山上 然後面向海邊的部分 哎呦 超級美景欸 來走走走走 應該是在往 全福銀行的路上那邊吧 我在猜應該是啦 兩百多萬 啊我住在海邊那間破小屋 居然要一百多萬 有沒有搞醜啊 應該是這條路上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這樣離我們車店又近 哇 讚欸 我們基本上那間房屋也可以賣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主要是已經買了地了 所以就沒差那間房屋了 應該是這裡吧 哇 這裡好多房子都在賣 是怎麼樣啊 各位我看到了 就是這一間 全新的房產欸 哇塞 Super高級啊 看一下車庫門可不可以打開 哦 可以的耶 先給它開進來 先給它開進來 啊 啊怎麼樣 啊 闖入民宅 對不起對不起 我退出 我退出 各位那既然不能進去看我們 暫時 暫時先從外面這樣看就好了 喔 可以看得到它的這個 車庫裡面呢 也是相當高級的 從這邊看一下 不要進去好了 後面有游泳池 然後二樓 這應該算是一個玄關而已 玄關就這麼大 我們從旁邊再看一下 應該有三樓啦 齁 二樓還是環景陽台 超棒欸 齁 後面有一個大型的圓形游泳池 可以在這邊曬日光浴 哎唷 離A打也蠻近的 說實在的 我們蠻久沒去找A打 不曉得他還不理我們 那三樓我們目前看不到了 如果要的話 我們其實是可以考慮 下一次把我們的房子賣掉 但是這樣買了又沒錢 呵呵 到時候再看看怎麼樣了 齁 我們過去對面這樣看一下 整體屋子的感覺如何 那這邊 如果你不想要穿越馬路的話 還有天橋可以走 其實也還蠻不賴的 哇 好高級欸 那 我們就沒辦法看啦 沒想到這一間這麼嚴格 可能屋主還住在裡面吧 所以馬上報警了 好那我們先回去賣車吧 如果呢 賣掉我們又多了一筆收入了 四萬美琴 相當的多啊 對不對 而且從這邊 到我們的車店也不用很久 嘖 優質首選 比起那個before the三樓 上面的真的是好太多了 基本上就這樣子直直開直直開 就到我們的車店了捏 哇 路吃也不會迷路 是不是 超讚 看看客人 八萬八千吧 要不要買 來 來了來了來了 來了 哈囉 八萬八千吧 買不買 成交嗎 耶 各位又賺進一台了 齁 好了我們來幫他把這個門 先用開 感謝您的光臨 祝您特斯拉開得開心 開得愉快 開得精彩 我們下次再會 OK 現在請來到 一百九十萬九千七二八十塊 齁 還不錯吧 齁 剩下最後三台車了 下一次我們再努力的繼續有拓建 然後再看看 還不會可以有更好的服務出現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個 謝謝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麥可晚再見了 再見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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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